海航董事长身亡的曝光陆梅称当地最大医院未曾收治王姓病人突击 路透社援引法国警方消息称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董事长王健是在一处墙上试图拍照时失足从十米高的地方跌落 从而导致重伤兼抢救无效死亡 据海航集团官微发布的复告称 事发时间为当地时间2018年7月3日王健享年57岁报道称 这起意外的事发币为法国普罗旺斯 据媒体报道的警方消息更为确切的地点为阿维尼翁附近 一个叫做巴尼尔的村子里 当时他在一堵墙上试图拍照时 跌落他试图爬上这堵矮墙去看看风景并拍照 这名警方消息人士称 当第一次失败之后 他试图登地住跑上去 他从墙上掉了下来 掉落高度有十米人物名片王健 生于1961年12月15日天津人 经济师1983年毕业于中国民航大学 原中国民航学院经营管理专业 或经济管理系航空经营管理专业学士学位 1995年获得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海航集团官网评价 其在海航集团25年的发展历程中 起着主导作用 一次出事地点在当地最高教堂附近 据法国媒体报道 昨天早上11点30分左右 在巴牛村巴牛一名57岁的中国游客 因为拍风景照步 甚在当地教堂附近 在卡斯塔利斯街的护墙上 跌落当地未山区跌落10米 不幸死亡 法国媒体环报道称 死者为中国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板 根据死者年龄 事发时间地点等信息判断 这名游客应该就是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网舰 舰头所示街道 即为疑似出事地点卡斯塔利斯街图 据谷歌地图截图 卡斯塔利斯街图 据谷歌地图截图 普罗旺斯当地旅游网站介绍 奔牛村是当地最为富裕的村庄之一 当地建筑分别可以追溯至16世纪 17世纪 18世纪在没有进村之前 就可以远远地望见这座海拔 在425米的教堂塔楼 在爬了86个石头坛间后就可以抵达这座 名为Eglise的教堂 而红星新闻通过谷歌地图搜索发现 法国媒体报道中 所说的出事地点卡斯塔利斯街附近最近的一处教堂 恰好就是这座Eglise教堂 全称为Eglise HotEglise Hot教堂 图具VAUCLUSE-VISITES-VIRTUELLEF网站 据介绍 该教堂修建于12世纪 而据国外旅游网站VoculusVisitsVortulus介绍 在这个只有约1400人的小山村里 该教堂处于村庄较高海拔处 登被修复过夏季对公众 开放在这里人们可以俯瞰整个村庄 事发村子 只有一家药店和一个牙科诊所 今日下午6时 红星新闻记者对事发周边医院进行信息搜索 联系上阿维尼翁当地最大的 也是评价最好的综合性医院Henry Duffield 询问事发之后 是否有一位名为王健的病人 在此进行抢救 但经反复确认 院方表示未曾收治 王性病人为 帮忙找到当时就诊医院Henry Duffield医院 帮忙转接电话查询 换着网件信息 但转机未接通 奔牛村 图具VAUCLUSE-VISITES-VIRTUELES网站 奔牛村当地的不分矮墙 图具普罗旺斯当地旅游网 而具查询在事发地奔牛村 当地只有一家药店和一个牙科诊所相关新闻 去世消息传出后 海航系股债双跌海航自1993年创业 至今已历经25年的发展 从单一的地方航空运输企业发展成为 以航空旅游、现代物流、现代金融服务 为核心主业的大型企业集团 据统计海航旗下目前有10家A股上市公司 和6家港股公司据报道 其中包括海航控股、海航基础、海航投资等7家A股上市公司仍在停牌状态 据财新网报道 今日7月4日下午15点 刚过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发布公司董事长王健在法国意外跌落去世的消息 港股海航系7家 公司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其债券交易亦出现波动 不过股价总体跌幅不大 而海航系A股上市公司大多处于停牌之中 三只上位停牌的A股公司 股价 今日一均有下跌 海航集团官网消息显示 6月14日 海南省正协助习马万春 到海航集团调研视察时 陈锋王健军参议了座谈 这也是王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目前海航集团官网色调已变灰 海航官网上对王健的介绍官网截图 延伸阅读 从疯狂全球买买买 到现在 密集套现的海航集团 曾经的海航 可谓是风光无限 疯狂挥舞钞票在全球买买买 被多家媒体和投资者 都认为在海外并购上 比万达都更为激进 被称为最凶猛的海外收购者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 关于海航现金流紧张变卖海外资产的消息 不断传出而进入 2018年以后 据媒体报 到海航在三个月内 就通过出售海外资产 套现超600亿元 在2000年1月海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一年间就在国内先后并购重组长安航空 新华航空与山西航空 此后以7.8亿元的代价 控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并在2002年6月受托运营管理海南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经过这一轮大并购 海航集团迅速跻身中国四大名 用航空公司支列 到了2010年以后 资料显示在2015年到20 17年期间 海航赶上中国资本全球扩张狂热息 在全球范围内 海航频繁出手在重磅交易中 亮相希尔顿集团 德意志银行等知名跨国公司的股权 均成为海航的猎物 据成都商报财经发布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 自2015年起 海航在全球买买买 共花出超500亿美元及3000多亿人民币 海航的转变出现在2017年财务资料显示 截至2017年4月 海航获得的银行额度以超过6000亿元高债模式下 海航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开始股权处置套现 据西海航通过大量抵押资产 股权借钱收购资产 然后再抵押再借款 从银行获得不少资金 当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时 这种扩张路径就可以不断循环 但当资产价格下跌 或银行弹杆收紧时 其庞大的负债就暴露出来 据成都商报财经发布 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7月2日报道 海航集团将终止 一二八亿澳元约合13.7亿元人民币 收购澳大利亚 Automotive Holdings Group HG旗下冷链运输业务的交易 据报道AHG表示 海航集团现金短缺是交易失败的原因之一 据彭博社6月29日报道 海航集团正在探索出售总部 位于美国宁尼苏达州旗下拥有 1400多家酒店的立生酒店集团 Moradis On Hotel Group的可能性 据台联社报道 海航集团以3.2亿美元 约合20.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 将美国宁尼苏达州一幢办公大楼 出售给韩国三星集团子公司 早前的4月2 5日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称 海航集团已完成 希尔顿酒店旗下最大一笔投资的退出 加上今年3月份售出的另外两家 希尔顿上市公司股票 海航在希尔顿的项目 中共即套现约85亿美元 约合544亿元人民币 与65亿美元的入手价相比 海航获得投资收益约20亿美元 对于出售境外项目 海航方面相关人士 曾回应台联社记者称 由于涉及海外资产超出自身核实范围 去年以来海航系高息 高杠杆举债等问题 引发市场颇多质疑 今年初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公开承认 海航一进行了大量并购出现了流动性问题 随后海航于境内外频繁出售资产回笼资金 今年2月海航以130.17亿元的价格 出售香港启得两宗地块与横基兆业地产 3月海航以51.88亿元 将启得另一宗地块授与惠德峰 并将海南两公司以19.33亿元出售与融创 4月海航以57亿元的价格将海南大鹰山CBD项目卖给富利地产 5月又将上海全胎项目以29亿元转与福城集团 据媒体统计海航 2018年以来 仅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就通过出售相关资产 套现超600亿元 2月1日元